张姓男大生 2号的上午和友人来到了秀林乡水源地 萨卜党西溯溪 2号的中午却传出了 跳水后发生溺水的意外 紧销货报赶到了现场 将昏迷的张姓男子救出送医急救 昏迷指数是5 提醒前往溪边溪水或溯溪的民众 在没有专业训练教练的指导下 进行跳水运动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 不得不注意 华林县消防局表示 上午11点多货报 秀林乡沙普当西上游步行 约1公里处疑似有人溺水 救护人车到达现场步行进入受救 患者为20岁的男性 接触时患者意识不清 对声音有反应有呼吸脉搏 我们大概约11点钟接货报案 我们立刻派遣4台车 10个人先往这边救援 结合当地的硕计团体及当地的民众 进入大概约15个人 我们接触到患者的时候 患者疑似自从约两层楼的高度 跳水而下 他是个人跟他的朋友自行前往这边来细整 水深大约2米 我们人员到达之后 立即将他以SKD做固定 将他顺利的在大约20分钟内 将患者正面的排出 放暑假又再加上天气炎热 前往溪谷细水人潮不断 不过也相继传出了几起 都是因为跳水而发生的意外 我们还是呼吸民众 如果到这种类似塑溪 塑溪场所进入塑溪的时候 务必一定要着合适的水域装备 不可就是什么装备都没有带 就自行的进入 那此次案件也可以看到 该迷患者也是没有着任何的塑溪装备 就暂自的进入 所以才造成这次的伤害 而医学文献也指出 在没有专业训练之下 而进行跳水运动 常造成颈椎严重持久性伤害 瘫痪一身 甚至死亡 而在这里还是要提醒 前往溪边细水或硕西的民众 玩水细水都可以 可千万不要再跳水 以免造成永久的伤害 记者刘明胜 秀林香采访报道 我会在这里教我 自行表 84 噪员